纬度越高 秋天来得越早 想多看看秋日美景 就应该从北往南 追逐秋天的脚步 这样你就能过一个 比别人更长的秋季 欧洲最北那是芬兰 这地方对我来说 比较陌生 之前我只知道 它是游戏强国 帮助许多人度过无聊时光的很多游戏 都是芬兰人创造的 像贪吃蛇 愤怒的小鸟 部落战争等 想必这里的人平时太无聊了 需要这些来打发时光 来了以后才发现 这里根本没有蛇 小鸟也并不愤怒 更没有部落战争 这里的人们 过着平静富足悠闲的生活 这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十月中旬 有些树叶已经红红火火的挂上了秋意 但有些还在黄黄绿绿的留恋着夏天 于是到处五颜六色色彩斑斓的 我觉得这样比一片傻绿好看多了 这个季节芬兰的气温还好 零度以上 十度以下 毛衣和宝羽绒服就足够了 望穿秋裤也不会太冷 但可别忘了 芬兰是个望穿秋水的好地方 芬兰人常说自己的国家是万岛之邦 千湖之国 我原先以为可能在芬兰吹牛不用上睡 来了以后才知道 人家有十七万九千多座岛屿 总共有十八万八千多个湖泊 不好意思 是我浅薄了 以为它在吹牛 其实人家是低调 不过有一件事 我知道芬兰人肯定是吹牛了 他们也号称圣诞老人就住在他们的国家 他们这里有座耳朵山 山里还真有座圣诞老人之家 和一位号称是真正的圣诞老人 我离开他家的时候 就知道他肯定不是真的了 因为他没有送我礼物 圣诞老人是假的 但这里的麋鹿 羚羊 天鹅 都是真的 而且在野外很容易看见 在野外很容易看见的 居然还有棕熊 不过 见到了他也不用担心 芬兰属于富裕的北欧五国 这里的棕熊 大概也衣食无忧 内心平静吧 对人类这种没啥滋味的食物 毫无兴趣 只要眼睛不瞎的人就能看见 这里的动物们肯定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因为人幸福 所以动物也幸福 人幸福不是我说的 从2018年到2023年 连续六年 联合国的世界幸福感报告中 都把芬兰评为了第一名 这里的人均生产总值 健康寿命 社会救助 自由和政府连结度指标 在全球名列千茅 到底怎么才算幸福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到芬兰洗个正宗的桑拿玉 倒有点那个感觉了 我也是到了这儿才知道的 桑拿玉是来源于 芬兰人的习俗 桑拿这个词 原来是个芬兰语单词 不过 大汉淋漓四体通态之后 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联合国把芬兰评为 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桑拿 肯定还有点别的什么